这是债权人债务人所做的会计处理 这是X5 X4年底 接下来我们要谈往后每个年度要做的事情 我们刚刚看到呢 我说了 你其实在想说我整理债务 这个我们先讲债权 债务人 因为债权人的处理方式跟我们前面 前面的那个债权的问题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个 这个section我们以债务人为我们的主题 主周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未来 因为每一年他要付24万的现金 因为债务人根据讲设他就是很 按照他自己当时讲好的 所以他每一年年底都付24万的现金 因为他没有告诉你说到期本金利息一次付 他并没有这个意思啊 对不对 他其实告诉你说呢 他的协商的条件是什么 他就说呢 我呢延到X9年底 然后利率降为4% 就这样 他并没有讲说我的4%是到期一次 本金利息环 所以表示他都要每次要付利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从X5年开始 就跟我们的公司债的 则利家贪销很相似 好 我要付的现金24万 每次都付24万 好 那我要承认的利息费用 我的贪销金额 我的公司债的 不是公司债 我这个应付整理债务的账面价值 我现在是5 4、6、3、5 4、6、3、5 现在是4、6、3、5 3、1、5 我要让他到期要等于什么 因为到期我要还得600万啊 我要还的是600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现在承认的这个利息是 4、6、3、5、3、2 10%嘛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有重大差异 所以我的入账的金额是什么 10%去算的 所以表示我每次付利息的金额是这个 好 那我的贪销金额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承认的利息是 4、6、3、5、3、2 可是我付的利息就24万 所以我要贪销金额是2、2、3 5、3、2 好 我贪销完之后 我的账面金额会从4、6、3、5 3、1、5 4、6、3、5、3、1、5 对好 好 调整为4、8、5、8、8、4、7 好 依此类推一直往下做 我做了 做到最后5年底 第5年底的时候 我的这个债的账面价值要等于它本金600万 好所以你可以往下算 好 乘点1 所以是4、6 你也可以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 如果让要让自己不会很想睡觉呢 其实就是自己动笔做会比较 比较不会有这个听听听的想睡觉的问题 好 课本上面应该也有这个答案 课本上应该有这个摊销表吧 好 那应该只是小数点的误差而已 好 因为课本上面有这个摊销表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应该是 情况1的时候吧 利息费用4、6、3 对 一样 好 所以这是我的摊销表 这是情况1 它把利率 票据 这个债务延长到差9年底 利率调整为4% 好 这是情况1 这个摊销表你一直往下做好了 因为我们的时间也不很多 因为我要把至少要把这个讲完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它的 因为我们第一个检查出来 它有重大差异 它有重大差异 因为少付了原来债务的22%以上 所以它有重大差异 有重大差异 我可以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好 那债权人来讲呢 就比较 一样嘛 我们承认的债权是5041748 然后呢 我们乘上 8% 因为它的5041748 是按照它的原始借款利率去算的 所以它可以 它因为一次就先承认它的债权整理损失了 整理债权损失了 所以接下来就可以承认利息 好 利息收入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后面 它是不是收到24万的现金 它的利息收入呢 根据5041748 它的利息收入怎么算 5041748 乘上8% 所以它承认利息收入是 那个403,340 好 就是 5041748乘上8%来的 这样看懂吗 好 当然5041748 它中间还是会有什么 因为它这个应收整理债权 它要调整到 最后它是拿到600 应收整理债权面值是600万 因为到时候它会收到600万 好 一样的道理 好 可是你可以看 你不能把债务人的摊销表 跟债权人的摊销表共用 因为它两个的金额不一样 这样清楚吗 所以变成债权要做一个摊销表 债务人要一个摊销表 但是它们的目的都一样 因为它们都要让差久年底 债务的账面价值 债权的账面价值都是600万 好 它们的目的都一样 但是因为它们的 一个有效利率是10% 一个是8% 所以不一样 所以它摊销表就不太一样 只是最后的目的都要让它达到是600万的金额 好 这是情况一 那我们看一下情况二 好 情况二呢 它改变了什么 它说呢 好 情况二是说 它呢 利率是7.5% 好 看一下 情况二呢 它一样延长到差久年底 但是呢 利率降为7.5% 好 7.5% 7.5%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第一个我们要去做什么 去检查 我可不可以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要先看它有没有重大差异 那有没有重大差异啊 就是按原始的 我们先看债务人 好 它按原始的借款利率 去算它的折现值 好 所以看一下呢 600万乘上7.5% 乘上 我要 我要几年 负几期 年金现值的 8.992710 那再加600万乘上 负利限值 10% 5期 8% 因为原始借款利率是8% 0.680583 0.680583 所以算出来呢 是588 好 这边算出来是588 0218 好 只是差在这里而已哦 好 这边是7.5% 不是4% 其他都一样 都用原始借款的利率 然后看你的期数有多长 去算 它的折现值 那跟650万来做比较 可以看一下 它跟650万做比较之后 它的差额是 619,000 619,782 那不用讲 大一定是什么 小于10% 你要讲 大于10% 这边是什么 650万 就是65万 好 你要 你要这个金额 如果大于65万 那就有重大差异 它现在只有差 619,782 所以它没有重大差异 这样看懂吗 好 它没有重大差异 那要怎么做 它没有重大差异 基本上我就不承认 在务整理利益 我就不承认在务整理利益 只是 你事实上有没有利益 有啦 好 那我们要去算它的什么 它的有效利率 好 也就是说 接下来 我以为没有重大差异 所以它是小于 这个 650万的10% 所以它没有重大差异 没有重大差异 我不承认 债务整理利益 就我 做债务协商 这个时间也不承认 债务整理利益 但事实上 还有没有利益 一定是有嘛 我说了 它竟然是财务困难嘛 所以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的 不能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当下不能承认 债务整理利益 但是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写到这边来 也就是说我要去算它的有效利率 也就是我未来600万 乘上7.5% 好 我的有效利率是多少 不知道 好 我是五年 五期嘛 哎 我不知道 然后呢 600万 五年之后 在我现在重新去设算的 有效利率 要等于 我现在的 负债的 金额640万 因为我已经 有债务协商 10万块嘛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欠了 负债的账面金额就是什么 640万 那我们就事物差不完 去算我的 i是多少 这样看懂吗 那一样再去做贪销表 一样再去做贪销表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课本上面写的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好 我现在呢 是不是 600万 这边在我们的568页 我的i是5.92 它已经先算给你了 试子就在这里 我这边写的跟课本上一样 好 只是时间不多 我就不再做事物差补法了 不再做一次给你看 就跟我们以前在做事物差补法一样 你先去找出事物 看它的range在哪里 好 那我先想 原来是8% 7.5可能差没有很大 好 那我就先查 如果是利率是7% 那6% 好 一直找到最后 它是界5跟6之间 好 那 差补法 算出来是5.92 就这样子 好 要看懂吗 好 也就说 这个债务协商 财务困难 债务协商 对债务人来讲 它绝对是有利的 因为它是财务困难的嘛 所以你说 我说了 对债务人来讲 一定有利 可是他可不可以承认利益呢 现在要去检查 它有没有重大差异 有重大差异 我就可以承认 那只是怎么承认 就回到 我债务整理那时候的 市场有效利率 来算它的 这个债务的限值 跟我现在负债的账面价值 中间的差异 来决定我的债务整理利益 如果没有重大差异 那我只是不能承认 债务整理利益 在我做债务整理 当下不能承认 债务整理利益 那我说了 它一定是有利益啊 所以它的利益反映在哪里 反映在它未来 所承认的利息费用 所以未来我的利息费用呢 I算出来 我未来利息费用 是用5.92% 去算它的利息费用 所以它有没有利益 有啊 因为原来本来是8啊 然后在我的 那个做协商的时候 市场利率是10%啊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的利率就5.92啊 有没有利益 当然是有利益啦 只是我说了 它的利益是不能在债务整理 当下去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但是它的利益反映在 未来的利息费用 因为以未来的利息费用是比较少的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如果拿这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是情况二的话 我一样原来的票据的账面金 票面金额欠的付赞 因为本金也不算了 好 那我的债务整理呢 好 我们不能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100万 对不起啊 我还是付了10万块的协商 所以我的债务整理应付 640万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未来就是我们的什么 568页 如果是情况二 我并没有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那我的应付整理债务是多少 640万 好 640万 然后一样我做摊销表 因为为什么 我的640万 我未来 要让它到期的时候 只剩下600万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擦掉 好 因为呢 我一样这个摊销表的格式 只是我现在的利息 是5.92 我每次付利息的金额 45万 600万的7% 一样我的目的 要到期等于600万 这边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现在是640万 我现在债务整理当时候 我的债务的账面金额 是640万 在这里 好 我现在640万去乘上 点0592 所以我第一次承认的利息是 378,880 378 880 跟45万比 这样 要减少71120 好 这个账面金额会因为我的摊销慢慢减少 因为我要让他的5年之后等于600万 好 所以加640万 所以是6328 880 依此类推 跟课本上应该有这样一个摊销表 这个摊销表就在这里 就568页 大家看懂吗 好 568页摊销表 一直做5年之后 你的这个负债要等于600万 好 那对于债务 债权人而言 我一样把未来会收到的现金去算他的限制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未来的 在这里 650万 对于债务 债权人来讲 我现在的债权是650万 但是呢 根据我未来会收到的现金 一 原始借款利率的 去算他的责限值 只588万 218 所以对于债权人来讲 他当下就承认什么 债权整理损失 请你看一下 568页的旁边 好 债权整理损失 是不是619 718 跟我应该有小数点的差而已 这样看懂吗 好 未来 一样 他现在应收整理 应收整理债权是5880 218 好 那未来呢 他一样要让他到期等于600万 他的贪销表 一样要做贪销 这在上面吧 债权人 这边贪销 他的 原来5880 218 然后最后呢 要等到什么 600万 好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说呢 如果你是 修改债务条件 好 那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 你的债务整理的 会计处理 不是只有整理当时候 因为你是不是每次 去做 还一部分的债务的时候 或者是收到一部分的债权的时候 你的会计分录都好写 所以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贪销表 所以这个贪销表 很重要 我们讲公司在的时候 会用到贪销表 好 讲到债务整理的时候 也会用到贪销表 我们未来在讲 租赁会计的时候 也会用到贪销表 好 所以他用到这个贪销表的机会 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格式 其实你就要想 我做贪销表的目的是什么 每次我让我的 现在的账面价值 到我的到期的时候 要等于什么 那你就知道你贪销表的过程怎么写 好 所以我说这个贪销表 非常的重要 好 这是我们课本上面呢 附录里面所讲的 那其实这个地方 还很仁慈 没有告诉你 万一他有货有支付 货有的条件 好 现在可以情况一的 情况一的时候来讲 好了 我现在是不是延长五年 4%对不对 好 如果未来经过了两年之后 你公司的营运都有破例 我的利率从原来的百分之四 调整为百分之 原来它是什么 假设百分之八 票面利率百分之八 这个会有支付 要怎么做 课本没有讲 好 那我就不要讲 好 但是会有这种交易形态发生 我现在可以给你低一点 因为赞权人是希望你能够站起来 可是因为我给你比较多的优惠 对赞权人来讲损伤很大 所以我能够扶持你自己 重新站起来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些我的损失 所以前面 假设这个例子 未来我说 从差四年底 跟债务人跟债权协商 债权同意说 我未来是维持2% 其他条件都不变好了 期间延长到差五年底 然后利率是2% 那利息 机械利息不算了 条件都一样 但是我说了 机械利息不算 你欠款的金额 账务金还是要把利息算进来 所以你不要说利息不算 那就是600万 不是哦 但是我给你条件说 如果差七年 现在差五 差六 差六年底之后 如果有获利的话 差七年开始 我们就把利率回复到8% 那现在我在做的时候 差四年底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未来会不会有 这个获利发生呢 所以在这个差四年底 在做这个协商的时候 就是产生这个部分叫做 获有支付 那获有支付该怎么做 好 根本没有 我就不讲了 要不然你们也觉得很复杂 好 那我觉得如果要 如果我要讲 我可能要从一个例子再往下讲 好 要我讲得很开心 你们听得一塌糊涂 那也没什么意义啦 好 那我们这一章就算讲完了 附入很重要 我要再强调一次 附入很重要 讲附入很重要 就是因为什么 我考试一定会考 好 分期付款 对不起 分期还本公司站 一定会考 因为这是出款没有的东西 好 财务困难 债务协商 一定会考 债务人 债权人 他的快据处理怎么做 一定会考 好 所以这张里面 我至少 就一定有几个提醒 一定会考了 分期还本 好 附入的部分 好